强烈冷气团来袭农渔民绷紧神经 就怕农于作物被冷死了 像是种植作物的农民 就赶紧用塑胶布盖起来避免冻伤 而养殖渔民在花冬粽谷天然屏障的保护下 又来自地底涌泉的自然资源恒温调节水质 避免了冷气团来袭所造成的寒害 相较之下是对花冬渔民来讲提升了不少竞争力 花年的养殖业者有别于西部的养殖业者 去年在元旦也曾经有寒流来袭 当时造成西部的四木鱼冻死14万围 而对于花冬粽谷的养殖业者来说 在拥有天壤屏障之下 又有地下泳泉的调节水温功能 在冷气团的来袭之下 是能够避免渔民的损失 它大概20度上下 它很年长年整年都是这样 所以就用这种井水来做调节 对对对 花冬是在粽谷当中 和西部它们在平原 平原散丝温度的速度比较快 比较剧烈 那我们这边相对来讲 温度下降不会那么快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边 有一些池子它有一些特别的条件 它有天然的泳泉 那我们这边的泳泉地下水 它中年恒温20度上下 所以冬天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预寒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在泉水不足的池子 我们都会配 我们都通常会配一口井 在真的是很低温的时候 我们会抽取地下水来保护我们的水产品 强烈冷气团不只让农民绷紧神经 养殖业者也是一大早就必须到宜温旁 开启抽水机抽取地下水 注入宜温 如果水温在10度以下就会冻死鱼 注入恒温的地下水 就能够让水温进行调节 而这也是兽邦的养殖业者最大的一个优势 也形成了渔民的最大竞争力 记者林杰兽风箱采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